美称正救乌未来安全保障进行谈判 令乌克兰人不安 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4月27日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4月中下旬表示 美国正救乌克兰未来的安全保障进行谈判 这种说法顿时令乌克兰人感到不安 报道称 纽兰使用的措辞与1994年签署的布达·佩斯 安全保障备忘录相同 政府之间的谈判正在进行 但谈判并不公开 纽兰在采访中透露 美国正在与基辅就乌克兰能够获得的安全承诺谈判 当被问及这意味着承诺还是保障时 纽兰表示 这就是它能公开的全部内容 乌克兰政界人士及部分官员向美国新闻周刊透露 纽兰接受乌克兰欧洲真理报所传达的信息 在基辅反响不佳 乌克兰领导人要求获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 作为结束战争的协议的一部分 目前 乌克兰既没有北约成员国的身份 也未被纳入北约第五条的集体防御保护伞 基辅认为 这是阻止俄罗斯进一步侵略的唯一途径 据报道 当被问及如何看待纽兰的言论时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 美国正与乌克兰保持密切联系 并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使俄罗斯撤军 该发言人称 美国的重点是通过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安全援助 来帮助乌克兰自卫 并通过让俄罗斯付出沉重代价来增加对普京的压力 从而使乌克兰处于最有力的谈判地位 美国新闻周刊认为 布达佩斯被忘录的阴霉笼罩着现代乌克兰 该报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 接近泽连斯基的消息人士的话称 政府不会签署一项类似于这项失败的被忘录的新协议 该被忘录提供了模糊的承诺 被当时新独立的乌克兰解读为真正的安全保障 该消息人表示 乌克兰希望新签署的协议都是有意义的 而不是被后人嘲笑为失败的协议 无论外部压力如何 乌克兰都不会再犯1994年的错误 乌克兰最高拉达议员 对外政策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梅列日科 告诉美国新闻周刊 乌克兰已经吸取了惨痛的教训 除非是坚定明确的承诺 否则乌克兰很难再接受所谓的保障 此前 美国新闻周刊 也曾发表一篇题为俄乌冲突关键教训 布达佩斯备忘录的彻底失败的评论文章 文章指出 美国谈判代表向乌克兰官员 做出了不成文的承诺 即如果俄罗斯违反备忘录 美国将做出强烈回应 但克里米亚一事让乌方看到 西方民主国家是不可靠且善变的 涉及放弃战略资产 以换取不确定的未来支持的模糊 保证不过是一纸空文 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 乌克兰继承了其庞大核武库的一部分 越居世界第三大拥核国家 1994年 乌克兰决定放弃并销毁核武器 以换取美国、英国与俄罗斯 对其国家安全及独立的保证 四国最终就此达成协议 并于当年12月5日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共同签署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 不过 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 只是一份备忘录形式的外交文件 不属于正式的国际条约 报道称 乌克兰此次寻求的安全保障 与北约宪章第五条规定并不相同 一位法国官员透露 这种担保可能更像是欧盟的共同防御条款 可能是提供军事物资 以便应对新的袭击 或是在乌克兰受到袭击时 我们可以参与进来 评估如何对其进行援助 截至目前 法国和德国已表明愿意提供这种保障 而美国和英国仍犹豫不决